大家好,歡迎收看Valentime 2024年,在這裡祝大家身心靈愉快 不過看題目好像不是很老禮 這個叫做離別的規矩 我當然是希望大家在將來的生活會好 或者是身心靈健康 但其實我覺得每天的挑戰或者困難 都好像不是我們可以預期到 為什麼說這個離別的規矩呢 就想分享一下最近Valent在經歷的事情 說的是最近,可能這一個月或者未來的一兩個星期 經歷了什麼呢 就是離別的規矩 就是離別 首先就是我們的攝影師 我的助手,我的兒子 就明天就走了 明天就飛了 就飛去英國讀書 這個是離別的 但是前兩個月又多了個弟弟 就有個寶寶 所以這兩件衝擊就好像上天安排交換人質 你走一個就離一個 有沒有傷感 也有些的 但是你會回來的 那OK 你還要很短時間又回來的 這個大兒子我不擔心的 我祝他學業進步 前程次感 就讀到你喜歡的東西 另外就是 有些強烈點的離別 有些朋友 有個朋友最近都癌症走了 又有個朋友輕生 自己了斷了自己 對於生死這件事 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個人的感受 就是怎樣面對有朋友的離別 或者有親人的離別 最主要就是我爸爸 就是已經應該病危了 就在靈實醫院那個 靈養醫院那裡 就現在在count down 其實他最後那次可以活動的 就是正正就是阿和B滿月的 就是十一月二十五號 他就去到吃飯 吃完飯之後 他第二天應該行不到 我現在講一講我爸爸的情況 就是他癌症了四期 已經擴散了 他就吃完一餐和B的滿月 第二天已經不太行到 因為那些癌細胞已經擴散了 唯有現在就沒有什麼治療方案 因為他已經放棄所有治療 最主要是止痛 所以現在醫生就是有一個盒子 就長期二十四小時幫他打麻啡 現在開始那些維生指數都開始下降 那些身體那個 可能拍這條片今天都未走 可能醫生都說是用日計去倒數 現在就是我爸爸的狀況 其實雙感有的 但是我就覺得好像反而是上天安排 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修行機會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好像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爸爸這樣 你還覺得要修行 那我就反而覺得 就是我們在修行路上 就應該是沒有分moment 即是甚至有親人離世這些 critical moment 我就覺得正正就是修行的最好機會 怎麼這樣說呢 就是經常說修行 修行 字面就說修正你自己的行為 但是其實我這一陣子就經常都在想 就是想很多事情 自己晚上都睡不到覺 有時候就是想修行 就是會不會是修我們的心呢 因為我們的行為就是 由我們的心想什麼 演變出來 就是譬如如果有親人即將離世 或者有親人真的離世 甚至我剛才說有朋友走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很傷心呢 又或者是應該查犯不思呢 什麼都做不到呢 其實很多地方去面對死亡這個關頭 尤其是親人的離世 未必是這樣 我聽黎曉陽說 譬如墨西哥那些是開派對的 如果有親人走 是很高興開派對的 所以我的個人感受 可能會顛覆你們的想法 或者未必認同 但我都抱持這個態度 就是覺得面對親人的離世 可不可以有另一種的心態呢 就是不一定要是 哎呀很慘啊很傷心啊很不捨得 這個正正就是我這陣子經常想 譬如人生八虎 八虎之一 就是別離 就是和你的親戚友好 要分離 你說如果說修行 這八虎我就覺得 似乎就是那個修行的綱目 就是在下面當然可以再細分很多 正正就是我們愛別離 或者是其他什麼怨憎會苦 就是你看到那個人是不順眼的那些 那這個不是我們的心 演變出來的行為 這一陣子呢我都過幾月了 就是由爸爸入了醫院到現在 就那個情感是每一天提升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初初入醫院的時候 就去探望他 那沒有什麼想的 但是開始每一晚就會 逐步逐步多事情想一些 譬如回憶啊那些 就是以前他沒有事沒有幹 你不會回憶那麼多東西 沒有那麼多回憶的 那現在開始回憶回小時候 就是爸爸和自己的相處 那麼多數都好的 就是有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講笑給大家 譬如我老爸很喜歡 他英文很厲害的 但是他不是很讀書 不知道中三 中二中三而已 那麼他英文就不知為什麼很厲害 經常就教我們英文的 會夠不夠彈一些英文的 我最記得就是有兩個個案子 第一個就是 他教我 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poison 即是你喜歡的東西 你喜歡吃的東西 可能是別人的毒藥 當然他一抽到你 就告訴你 就是說你不要給別人 你不要覺得自己好的東西 別人都會喜歡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教我一個英文字 大家不妨查一下 有沒有這些字 他很小時候就已經 就跟我說 他說 你知不知道 Welen 這個世界上最長的英文字是什麼 我長大就認識另一個 你不知你知不認識 那個supergalafragilistic experititious 這個字 這個字 但是他小時候 他教過一個字 就叫做 Anti-discaritarianism 我不知道怎麼說 他小時候就說過給我聽 他說叫做 反反宗教主義 那他用一個package來的 就是怎樣呢 他說 You check the encyclopedia and you find the word Anti-discaritarianism 那小時候 誰懂得挑戰他 還有誰去查這個 encyclopedia 還有現在都不知道有沒有 encyclopedia 就是有wikipedia 大家不妨查一下這個字 有沒有 那 告訴我 讓我可以告訴他 真的有這個字 或者沒有這個字 那這些就 都幾有趣 還有 去行山 很多時候和爸爸行山 小時候行山 有時候行山會放風箏 有件事說到 他臨入院之前都經常說 就是我們放風箏 我們兩隻爺爺放風箏 放不放啊 我放啊 好啊 他在旁邊看我放 他突然突然 原來風箏斷了 條線斷了 斷了 他可以快到 撿住那條線 接著綁回那條線 繼續放 這個是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 他講了一輩子 他講到我想 我待會會去探他 我都會提一提他這件事 就是他手撿一隻斷線風箏 這件事 每晚都很多這些回憶 在回憶之餘 又會想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要 很悲傷呢 我是不是應該要哭一下呢 會不會應該是 宣洩一下情緒啊 還是你 阿威爾人你 壓抑了自己的情緒啊 不要啊 不要這樣啊 會有這些 自問自答 那我關照了很久 還有 都叫做在不斷 struggle 每晚 就是那個思想 在跳來跳去 究竟我是不是要 很傷感 是不是要哭 還是不用呢 就是你在跳來跳去 那我覺得其實就不需要的 你可能會覺得 哇 那你都幾冷血啊 你爸爸這樣 你都不相感 不是不相感 我又覺得好像那個情感呢 太複雜了 就是有 開心啊 有不開心啊 還有以前和爸爸的相處 很淡淡然的嘛 就是過去那十幾十年都 就是關係都好的 有經常吃飯的 我有經常和他打桌球的 但是 不像我現在和 鏡頭的關係的 可能上一代和這一代不同 那就淡淡然的 又不是說關係不好 就是去到現在這些 這些時刻 就反而那個 對爸爸的那個 感情呢 就在內心慢慢滲出來 所以那個 那麼複雜的情感呢 就是 就是 炒馬一疊的 就是那些傷感啊 開心啊 以前他打過我啊 或者是 以前又很疼我啊 那些 那些情景全部 炒馬一疊的 只不過好像是 我們 你當是你那個 修行那個 程度去到哪裏呢 你就 會 需要 爆發哪一種情緒 我不是說高啊 只不過好像是 我去到這個時刻 我覺得 將那些情緒 昇華好過 就是將那些 傷感情緒 昇華好過 化做一些 祝福啦 因為其實 他都算是叫臨終的了 其實現在他又全身動不了 還有 又是 倒數階段 我們都 想過很多 怎樣去跟臨終者 那些 相處 又看西藏生死書 上個禮拜左右 我媽媽 因為信耶穌 那間 靈實醫院 也是基督教的 他都信了耶穌 但是他之前 是信佛的 又回佛堂的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很亂 究竟是 念南無奈陀佛 還是想耶穌 但是我看西藏生死書 叫他觀光 不是去遊覽觀光 就是觀賞光 觀賞光 觀賞光 就是無分宗教 即是基督也好 魅拉佛也好 蘇加馬來佛也好 即是 總之 你快要臨終的時候 你就觀賞一道光 向著道光走 那就沒有死了 還有 我們的家人 有時候 如果去探望他 就會 傳上 發放一些金光給他 讓他全身都可以充滿光的能量 因為他全身都很痛 都是靠麻醉藥 指痛藥 指痛藥 指痛藥去指痛 所以 這個 離別的規矩 就是 我覺得沒有什麼規矩 只不過是 如果有親人要離別 我覺得 大家盡量用一個 感恩 感謝 躺在病床上 各位親人 你的心念是很大力量 你的心念有 我想他都會接收到 不一定要很傷感 喊喊 這樣 都是一個選擇 我難得有個 頻道 對嗎 我有私心 我在這裡 透過我的頻道 跟我老爸說 我是你 I love you 我以你為榮 今生你的功課就完了 你隨時都可以畢業 希望你現在的痛苦一步一步減少 那就順利畢業 拜拜 拜拜 俊人 你認識 你還知道 暴 j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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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